好啦 谢谢 你会不会怕那个好朋友吃醋 好啦 谢谢 拜拜 走了 再见 蔡依林这么尴尬的笑 似乎难以面对男友景荣 与周杰伦的问题 上周末 周杰伦 蔡依林双J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四度合体 吸引四万革命抢汉 两人默契绝佳 火花四射 就连肢体动作也越来越大胆 一开始手牵手 头靠头都只是小case 蔡依林要坐下来合唱的时候 玉手还掐了一下 或许是气氛自然 她的手接下来 都在周杰伦的敏感带附近游移 蔡依林唱得太投入 没发现这尴尬局面 反而是周杰伦被摸的位置太敏感 还直接往下这么瞄 这样的场面应该说 朋友还是老得好 毕竟周杰伦力挺蔡依林到底 还善改歌词这么唱 你对她的歌词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在一起 很合理啊 周杰伦不止嘴巴说 就连最后一幕两人牵手相搂 甚至周杰伦被蔡依林的马尾呼了巴掌 她都保持风度没抱怨 蔡依林对此完全不知情 因为你的马尾直接爬到她脸上来 有吗 有啊 这个打下去超大力的啊 有吗 我不知道耶 双J四度合体两人互动的肢体动作 越来越亲密 2004年合体共舞没有肢体接触 直到去年周杰伦演唱会上 蔡依林以女王之词 玉手从周杰伦的脸一路摸到她的胸口 上次上海演唱会 换周杰伦摸蔡依林的脸和手背 没想到北京演唱会尺度大要近 蔡依林指导周杰伦的敏感地带 问到两人的默契问题 最近比较常合作 所以默契又越来越好 这样还是一直都有 可能因为我们都有 就办演唱会经验 所以就讲了走位地方 然后就还不会太出错这样子 连续两周办演唱会 她忙着工作 无暇和景荣约会 难怪唱完之后这么开心 就一样很开心啊 因为我下礼拜不用唱 我可以长一点时间可以休息 恢复一下体力 蔡依林才离开周杰伦 迫不及待就想回到景荣身边 看来VJ恋还爱得真火热 一点是陈俊荣 陈宇强北京采访报道